他每一个文字根本就只是把它发上去而已 你干脆发个LINE给我们就好了 这是事关尊严问题 如果一个业务报告交差了事 至极必重就轻 陈晓翔还未开始进行业务报告 就遭到国民党和民众党民代炮轰 批评其约13000字的报告 有超过9300字以上 是完全照抄去年的旧内容 针对外界关注的关停中天新闻台 进电视上架争议等内容也都答非所问 最终陈晓翔的报告被裁定暂缓 直接进入咨询阶段 在咨询环节 针对关停中天新闻台一事 台湾地区通讯传播委员会与中天之间官司不断 台湾地区通讯传播委员会已连吞15次败诉 陈晓翔却表示依旧要提出上诉 蓝白明代认为这是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而针对民进党当局护航侵侵媒体 禁电视上架一事 国民党与民众党明代今天临时提案 要成立禁电视审舍及后续逼案争议调阅专案小组 结果以6比5的票数通过提案